TV电话台 主裁判 王丽婷 记录裁判 王家慧 运动员 富强 鲍利斯 回答 各位请 现在你来看 富强 你好 鲍利斯 你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启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鲍利斯 获得开启选择权 请双方选择权 感谢观看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继续收看乐家购物中心 乔士卑2015重视巴球国际大师赛 分战赛北京站 在第二天的第一个时段 早上8点半这个时段 为你安排直播的是 现在画面上的鲍里斯 达维科维奇 来自塞尔维亚的一个选手 比赛开始 第一局鲍里斯拆球 这名选手呢 是昨天那个小选手的教练啊 对 看一下他的水平 而他的对手扶墙 我们也不是特别熟悉啊 至少是 有可能是北京本市或者周边附近啊 应该是过来一个好手 对参加一下 比赛有些选手会去看路途的距离 来选择自己是否去参加比赛 我挺期待鲍里斯的表现呢 因为他应该也是一个职业打主球或者是什么对吧 类似于在美式 塞尔维亚 其实东欧有些国家也是打斯诺克但没谱啊 因为这个美式是比较全球风靡的啊 好像是曾经打过一些类似于英式八球的这种情况啊 我这有听听朋友说过 如果这样的话 对八球这种套路应该还是清楚 对对 本来应该在同一个时段进行比赛的福田峰 因为对手没有来 所以这场比赛站在鲍里斯旁边当观众了 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小一个学生啊 昨天上上过铁铁台的尼古拉也在那个附近 那么现在远处的就是尼古拉的父亲 对 他不出意外 最多是八号球有些问题 八号球右边中带是可以做考虑 是的 他叫的七号位 打七看一下留个六什么角度 这个六号角度很关键的啊 牵扯到你的四号是一个什么情况 推过来 尽量较直 那么还是低杆吗 他这条线有点难了啊 好像厚了一点啊 对 如果低杆你要贴着十号这个位置左边啊 过来 但是登单 哎 小心 别 哦 寸啊 这一杆球明显啊 首先是杆不够低 四号球底 他这么打呢 你最起码要从十号下方过来 你不如从上面走 你从下方过来的话 你基本上就算是诺 超死诺 对吧 你前面可以打个四 并且 四号球底带 正常的情况下是要离十号距离比较远的这种角度过来的 哦 尝试的是高右下角 当关 问题还是出在 敲点不要放在球台 脚六号的那一杆 嗯 还是我说的嘛 就是三球定论里边的 你前面两颗啊 较位的时候呢 自由球 我个人觉得如果 刚才那位置 他不用推的这么多 他点一下子啊 或者小灯一点点 较出来一个角度稍微大一点 这样打完之后 白球会自然的走到 十号下方 最起码要三四十公分下面的一个位置 打四号 那也许是不适应十号融 对吧 嗯 十一号球底带 凤眼手架 很自然啊 你看 果然啊 真的是练过 边库球不触啊 那这种边库球不触呢 这个 就证明还是有些底子了 嗯 嗯 嗯 现在 那裁判员把它拿起来 把这垫片拿起来 刚才不拿 可能是8和14有贴球 对 有贴球 安全机打 哦 还可以爆出save啊 能爆出save的话应该是对 排球应该想往十四后边去放啊 好 足以 嗯 果然啊 老选手跟小选手来对比的话 有勇有谋 首先先控制局面 争取一个主动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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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除了8号以外的 其他的自由球必要非要等才可以重复 但你最好要等 尤其是在没有视频的情况下 真的要等 因为昨天好像有一个类似事件有发生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咱俩再给观众一个答复 好多球手可能是一些资深的老球手 会在这种问题让脑子里有记忆的 9号球抵达 确实是习惯性的一个打法 好球 准度还是不错 看来打英四的英式八球的帮助也是不小 套路上其实可以打十四中代线 但是没这么选 他这是想出来叫十三吗 有可能 十三十四的连接 安全击打 继续safe 如果是只说如果你要打十球的话 想防这么一杆最好不要爆安全击打 就只是去防 要不然对手可以还给你 那你就有点亏了 你的意思是 十球的安全击打 对手可以还给你打 对手说我可以选择我不打 这个不是跟九球那个push有点像了吗 是是是 而是他放在平时的任意的安全里面都可以 不是只开球的那个防守是不是 四球球 包括晕下在内 当然你得你得打自己打这个最小号去放 对 不像不像这个push push就随意了 可以再铁吗 不铁了吧 可以公益感 这球要铁的话可以拿十四打右下角去铁 哦再来一个 啊再放手 我感觉暴里斯这朋友这个国际象旗下应该不会太差啊 嗯嗯 很老道 你不好说他是为了什么可能为了观察对手 了解对手的解球能力判断对手的一个水平 然后呢首先有些技战术可能是也是磨一磨你的锐气啊一上来 你本身那中国人中十八球应该打不会太差 惊弓也不会太差 我先磨一磨你这个锐气 哎 自由球 我先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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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我先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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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要求把胃叫得多细多近 习惯性的一个两窟叫胃 而且明显是有曾经打美食球台一些痕迹 准度啊准度 硬伤最是没办法的 还是有些手紧 没 要翻中带了 八号球中带 发力翻 这力量又太大了啊 而且白球出来太多 你可以翻带并且将白球停在右边的库边附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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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到非常远台的暴力啊 嗯 暴力斯啊毕竟也是老球手兼教练了 对 嗯 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局 第一局 暴力斯胜 比分1比0 嗯 嗯 嗯 涂地在场外也是在观战啊 你需要我给你球 我给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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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 从肢体语言上面也能看到鲍里斯有一个同样爆黑巴的一个手向前方一个示意的意思就是我曾经用手去示意过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在里面 嗯 没事 咱们这裁判员可能看过总决赛的朋友有应该能听出来啊 这个嗓音是在总决赛里边去报那个 对 table number 2 谁谁谁谁谁 对对对 那个你上了 英语交流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是问题 推球什么意思 怎么 推对方的吗 不可以 第二局 富强开球 啊 好 咨询故意犯规的问题 富强也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 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他应该是给自己一个答案 并不是他想推 他想明白一下就是对方可不可能推他球 也有可能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种想法 也有可能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从他的进攻风格上来看呢 他不太像那种 特别想主动去推对方球的人 因为刚才确实是他有三次被做斯诺克 他有这种想法去问一下 有个潜意识 我能不能推 或者是我 对方能不能推我 进攻无效 没包带啊 也没有想到啊 能够借翻 嗯 本来也在想防守 你就是能穿的话 也能 三四的这个地方 四位置好一点还可以 对 这种位置不好弄 看白球也能看了啊 也是主动的去防守啊 嗯 是的 安全记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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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号球底带 啊十一 这只跳杆 嗯 哎 这只跳杆 这个外表 像是那种叛仙跳 对对对对 嗯 我曾经见过一些国内朋友啊 就是说 把这种跳杆的外表的 这个 犯规 这个漆面 全部用砂石自己打掉 啊 变成那种 直接就是露出来里边的 那个木头 原木的那个表表皮层 哦 特别有意思 然后还还跟我说特别好跳 其实那个 再也不射手了 对 射手确实是问题 所以我也从来没考虑过探线的杆 都得用木头 对 鲍里斯这套装备还是可以的啊 这跳杆呢 我不是特别确认 但是它冲杆跟打杆 我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啊 也是国外的一些比较品牌的厂家 打杆的前节也是更接近于 实木的那种打杆的一款科技前节 冲杆呢 应该是外号叫大锤的那款冲杆 嗯 这大锤一般在国内来说 从从古代来形容化 你就轮大锤对吧 打铁的铁匠 意思就是比较有力 是的 准 反赛不够滴杆 关键还是滴杆好像不够多啊 反赛这个差不多 要好好考虑 十号球中代感觉上这个角度要叫的比较舒服才可以啊 不太好打 十号球底的 先去 连仰带下 打得太厚了 那这个杆球 鲍里斯会不会去先叫一个三号的锡位啊 打四叫三 这个低杆要稍微低一点 然后力量不要太重 泡里斯也是啊 考虑这个四号球 现在 六号球中代 可能他觉得勇哥说的这个线路啊 白球离四号稍远 角度稍大 不太好叫 再去过渡一下 七号球中代 这该不是非常的到位啊 是的 嗯 刚才也是个人一个习惯啊 他这种就是每次打多的选手 这种斜角度中代很少 五号球底大 这种选择 像上一盘和自由球在右边中代上方啊 这个位置 他把自由球摆的是打双方长台的底带 并没有选择中代 其实可以选择中代啊 这个是可能加赛小力的一个失误啊 嗯 这也是对台面速度判断的一个不准确 那台面速度对你下赛也有影响啊 是的 嗯 拐回来的时机了 线路啊 稍有区别 嗯 一个激战术 但是没有成功 目的还是想用12去挡住 或者是与5形成一个比较纠结的局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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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危险 关键位置还是右侧的这个三颗球的小问题 是一打后啊 白球出来的少就差这么一点 是的 这根球打不好容易给三号留下一个容易进攻的机会的 嗯 还算是可以啊 最起码左上的五号对于 鲍里斯来说算是一根长台进攻 五号球抵达 还需要抵竿向后拉回来去叫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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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也是一大掌头一场比赛八点半身体也是 都像技能都没有说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手感不是特别热 不然那种比较正啊 这球 中长台还算不 对他来说不难打啊 嗯 应该是这样 嗯 嗯 富强这一杆 我 我不太清楚啊 从咱们这个角度看刚才十五号和五号的关系 嗯 推轻一点 五号停不住白球吗 这样的话可能能连接十 啊这样子 可能十和八之间这个位置啊 从前来讲怎么都不适合那样去打 没有这么考虑 得 将将不进 这个不好 最起码现在 富强是可以去 先攻一赶啊 一定要尽量将下方的这个局面打开啊 要考虑清楚 是单独调位还是说 稍微发展力将四号以及 附近的这个球可以可以 十秒 效果 诶 十号左下 有没有 像是还有啊 至少白球如果在十号上面这个方向 或者现在推过来能避开四是最好 交到十 右边 诶 诶 力量太多了 好像是到了 一个可以击打范围的 诶 准 低竿反赛 好球啊 第二局富强胜 比分1比1 谢谢 准处方面基本球还是问题不大啊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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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三局 鲍里斯开球 完全是感觉没摸到这个脉啊 没摸到这个脉 冲球怎么冲更合适一点 虽然是也没有三颗球刺过线啊 对 因为有这个白球球弹 就把实机给取消了 是吧 你先犯规呢 我就不判你实机了 因为你已经有给对手先后自由的这个想法 这个要是实机加犯规这么去判罚的话 那对于鲍里斯来说太不合算了 还好是只判了一个白球掉带 对 只有这个 冲球环节 鲍里斯看样还是处于摸索一个阶段 出强也没有打的是百分之百的不给对手机会的那种 是 明显感觉到这个心态还是压力比较大 打得不够放松 力量稍微有点多 新高球底带 白球有机会顶顶十一 力量不要太重 轻轻顶到就可以 期限的会带一些右侧的旋转 一活二活 现在就是编酷的顶刻 昨天鲍里斯个人形象的一些照片 也是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去发 也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发 我也是把他发到我朋友圈里了 然后有一个叫飓风营救的一位男主角啊 好像侧面跟他长得特别像 包括还有朋友 把他的那个照片跟那个NBA里边 达拉斯小牛队的一位球星的照片 也是比较了一下 确实这三位朋友长得真的挺像的 好像挺典型的 就是他这个肤色偏白 然后眼睛又大 烙腮糊 对 这个方形的额头的这种这种长相 这难道是他们那个民族的大众脸吗 看准备 还是打的有点厚啊 在非常发力的情况下 还是挺受影响的 双方看来投几盘还是互相也是在慢慢的找状态 看哪一方先找的一个好点手感 并且进攻节奏上来看的话 跑去防守不说 双方还进攻还算是比较快 不会特别慢 嗯 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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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轻轻的勾一下,10号薄边,太厚了 这张球可以解球 这个方向不好吧 从右边的枯片解完之后,可以从5号附近去防一防 现在这样解到了,也没什么 解到了,这个位置也不好 并且你4和5,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比较死的状态 位置也不好 但这一局,本来打到这个位置就比较落后 形式就比较的难办 力量还是有点偏大 感觉上控制上还不是到一个最好的手感 小后把不需要吗 有点够着的,有点别扭 这个没必要了吧 这个太勉强了 万一打完之后真的贴到4-5上面 在打黑八的时候难度非常大的 果然,没贴到都出问题了 打中带的时候不拉回来一点 然后在左边哭吃一哭吗 虽然是有个左右手的问题 他居然打了一个定杆 那个角度真的太别扭了 往后拉一点也舒服 但是这哥们这运气我真是挺喜欢的 这个别抱完全吉他了 抱个4号抵袋吧 对啊,你这个争取能解下 他的想法还是要清解 完了之后白球停到下方不动 争取还是 这么大力抱前击打 你这个不是开玩笑吧 进球无效 他真的是 也没有提出异议啊 自己就回去了 真的是不想进 因为他直到他抱了这个了 所以进了也没有用 继续的还是双方都有机会 那这杆就别安全气大 打进黑八 白球呢不要走太多 八二球 比较直 基本上就是一个定杆打进 八二球右边中带就可以了 出干不要拐 还行 还行 看上去在画面上是拐 但是那个已经打出去了 是 第三局 鲍里斯胜 比分2比1 这一波三折呀 这番球 这哥们的身高 掏起球来都费劲 看哈着腰去掏球 嗯 目测应该一米 八三八五左右 是吧 有 第四局 富强开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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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打得有点着急啊 飞应该输 13号球中带 把队打的 比较多 在有10号的 冬天 我们先放下 我们下温暖的 其实是 那 опас是 对 好 你不准什么机会 这干球要明确 你是K9还是不K9 不K就留在那里好了 再一次角度出问题 角度球富强有最少两干没有打进了 七号球中弹 二号球中弹 转度不错 只要不发大力 暴力丝还是相当有感觉的 六号球底弹 五号球中弹 虽然是可以出了六号球 但现在还是继续打三号球中弹 这个比刚才那二号容易一些 但始终都是这种很斜的角度 这一关过了 这一局有希望拿下 但是连闯难关 很难保证 十二号球底弹 先打十一的话 意思就是十四回去叫九号 这一根拉的有点太多了 虽然说这种球 是不应该留下偏直的角度的 但是这么大的角度 还好 看来还是停的不错 这么大的角度 下球又稍微疼一点问题 从较位的角度来说 是比较合适 9号还是滑里打进 左手的话 就如果右手打得不太好 不要蹬得太多 上来一些 从8号的下边 往左边走 在左边裤再弹裤 8号球底弹 第四局 富强胜 比分2比2 球分 越来越南 第五局 鲍利斯开球 冲球这环节感觉 或许他做了一些针对性调整 并不一定是那种我想冲特别好的局面 然后冲完之后 局面略显复杂 应该是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打可以我打不光你也不好清台 我打不光我打不光是那样的 我打不光是那样的 我打不光是那样的 断错球进攻 左边的47 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明显能看到好K球的角度 二号球有可能叫到右边的时候会有一个吃屏幕下方底裤再向左上方 但是这个干法和旋转要很大 不行的话尽力打进 然后打四二球左插方抵袋吧 但是他的这个选择应该是先打进 力量够不够 好危险啊 刚才他这个线楼如果是避开右边的带口呢 尽量向屏幕上方再走 那也是如果你能够调了一个 从十一跟八号中间下来的一个缝隙的位置 还可以不然去k或者叫四号球 七号球也是挺难的 这个球就没有奔下打啊 总之是不给鲍利斯打三k下面的线路 让你主动的把四七打开 把我的十解开 当然鲍利斯很有可能也不去解 如果打 你只能是一个四号球自己借三号力 哎 不打那就去控制局面 挺好 但是这十一应该是有漏 至少十一应该是有漏 这也是过来看一下是不是贴球啊 在这个位置过来看一下贴球 倒也是一个职业习惯啊 因为球手肯定不会 不是特别容易去 哎 还是还是有点可能 有点可能 因为他有可能 如果三号位置再合适一点 还有可能去打 三圈级大 但这个不现在有一个叫动作明显 但是裁判要爆出贴球才有效 动作明显 类似于那种连击的也不判犯规 好像是用可能的 必须要贴球 而且裁判必须要宣告 这个是贴球 这个规则其实挺不好控制的 不好拿捏 哎 这三够不够薄啊 三 如果有薄的话可以吃库 从底下下方再上去 哦 没有打 打进怎么办 没想太多啊 打进怎么办 这个很关键 不是说打进了就是个黑八就赢了 安全击打 嗯 这个安球 嗯 难道担心七号球会弹 弹进吗 起码这样自己有下吧 习惯性的去报Safe啊 报安全击打 九号球中单 嗯 嗯 帮进 但是七 以十号这个中间缝隙 忍不忍 七号球中单 嗯 报了 好像是由这种翻带的这个线路啊 嗯 如果没有就要利用一些旋转 狙採 ure 确实有向往啊 这干球 本身 这边并没有把角度打得特别大 利用的左赛还是比较多的 比赛时间已过半 四盘球 八号球中带 四盘球四十分钟啊 还是进程有点慢啊 对 不错啊 好球 第五局暴力四胜比分三比二 其实这个是偏慢 但是他这个你给人感觉并不是说磨叽 他就是这么一种职业习惯是吗 你要看习惯什么是吗 而且打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一些个人的比赛节奏 对 对 我也忘了跟Boris说了 没事 你不是专职的这个中间闲夜的这个 对对对 只是偶尔遇到辩量辩量去 东英语交流的一个专业人员 对 你更专一点你还是只是一面解说 你要明白这三分 对对对 对对对 sağ 我还应该 Không 对 intentions 对 专方在沟通 便是一个快速模式的情况 夜 rainbow 主张 ? 是怎么一个意思 这英语就非常溜了 王丽婷这个还真是没得说 这样子 富强是有机会 富强可能是 是爆了这个 开启了快速模式 想在节奏上去打乱一下 这个鲍里斯的一些想法 对 他觉得可能鲍里斯想的多 想的多 而且主动的去控制局面的时候 会比我多一些 不像我可能是 我就一直往里去找机会 能打就打 比赛里攻守还是都要有的 偏攻或者偏手多 都对自己不是很有利 快速模式第六局 富强开球 我感觉前几局 富强好像对外国友人的路子 也不太熟悉 打得也没有多打出 打出很多自己的球 他还是说更偏于自己平时练球的时候的一些样子吧 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杆球 你说 你和前说 因为我是聊 你再说球 我想说的就是 这杆球感觉 富强应该也是没有花特别 特别大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这个选球啊 上来选的花色球 其实还是容易出些小问题的 尤其是11这个位置和15 当然你白球走位好 我这我肯定不会说你的 因为通过头四盘下来 五盘下来 那个在走位这个控制能力上 明显富强还是不是 不是特别到位啊 这白球 最后剩个11跟15 我全围过去了 出问题了吧 15不会是能切吧 然后还有切有开 有可能要这么打 有切有开啊 但是等于你再次的 有可能会出现上一盘的一个复制 暴力师控制局面 然后 你就先机就慢慢就失去了 那你刚才 我真忘了 我刚才还想呢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聊着聊着 我把自己想聊什么给忘了 我把给你给代勾 待到我的频道上了 白球可以下4号 够不够正 可以打4啊 但是这杆球 你接下来进攻6号 左下方有下 17 17需要一个细腻的位置 4号球抵蛋 这个就是属于潜意识的包袋了 这种球不用包 但是我来打纵实霸球里 听过一些某些需要包袋 就好脑子里有这个印象 会潜意识的去包一下 对一些稍微有一些小难度的球 低竿太多了吧 没想到这么滑可能 那你现在这个用7传11都是好像不太够传了吧 6传1 1传11 白球控制力度能够用167去挡15 这也算是一个 变时 关键这个位置现在咱们看到的是 7能不能传 奔着7来的好像是 如果7传白球能够吃一下左边边裤再上去 尽量用1和6去挡 直接就是控制白球 黑八会不会帮忙 没帮上 这种球后薄很难打啊 打不好白球会掉带 不要看好像觉得离带口还有点距离 但是这个薄度相当薄了啊 回头这个应该是踢了两下 咱们亮地下面这个变蓝线啊 或者是线 这次 每一次我们比赛都会线去设计这个TV台的范围啊 场地原因这一次TV台的范围比较小一点 摄像和球手之间可能容易离得比较近 并不是特别耍得开啊 游击耍不开 6号球底带 这哥们又比较魁梧啊 看一下纯度了 我有一个比较 叫什么呀 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我想问问 请说 我感觉甭管看斯诺克呀 还是美食球球还是综十八球吧 抵戴吗 15号球抵戴 国外球手好像 这个是话题之外的啊 好像这个 挖胡子的时候不是特别多啊 因为咱呀 平时也 这个 其实这事吧 挺有意思的 我 我其实特别不明白一件事情 在国内 好像大家对这留胡子啊 比较普遍的是反感的 尤其是 就是异性 是女士啊 但是好像在 尤其在西方国家 不够整齐 有点乐得 在西方一些国家 不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 打理一下 是吧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胡子这东西啊 留着 但是呢 你 也留着点性格的 修一修 对 这哥们这这个 像是修过 但是他可能这两天没有修 两边的附近应该是 平时有去 刮一刮 对 这个圈胡那个位置应该好像平时是留着的 看白球 算可以吧 6号球底带 再来看6的准度啊 打进两裤出来 可以8号球右下角借力 勇哥好像我看面相不是适合留胡子的 这哥们的这个 就是鲍里斯的这个面相啊 就他的这个民族 哇 这个长相 刘胡子还是很帅的 他问过我要不要留着胡子 我还是留着好 留着好 就留着帅 我是控制了 我是没人早起来 必须拿那个刀去刮一下 不然的话 我两天三天出来跟他差不多 两三天出来跟他差不多 你的胡子很密 对 对 没办法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镜啊 万一给个镜头出来怎么办 10秒 对吧 岩石 这个是要勾一库防守吧 力量 这根球主要在力量和位置上 位置上呢 尽量稍微解正点 别解太薄 因为这个薄度你控制不好 直接就滑进带口里了 力量关键是 力量还是 从右边解啊 这还不如从左边解拼个进攻 因为像勇哥说的 你从右边解 容易掉 对 最佳的防守的薄后 可能离吊带的薄后 特别近 差不多了 很难去拿捏控制啊 再顶一下8 合适 左边中带 8号球中带 我不管你规则 让不让我 需不需要我报 反正我报一下 其实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呢 因为也是看比赛看这么多年啊 第六局暴力四胜 比分4比2 包括这几届参加 总是巴适大赤赛 总决赛的这些国际朋友 因为塞尔比对吧 包括大家喜欢特罗摩普 马克威廉姆斯 包括艾伦 奥萨利文 都是基本比赛期间 是基本不会动他的胡子的 你发现没有 很少 比赛打完了 有可能回到家了 比如我回到英国的居住所在地了 可能我还会弄一弄 可能是这样啊 就人家那个胡子是一个装饰 回家了呢 觉得我不用打理胡子了 干脆就把它剃掉吧 跟咱们相反正好相反 在我说一种情况就是 他不在意这个 他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这根本不是问题 首先 就今早就来的时候 我没想挂 那不用挂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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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局,鲍里斯开球 再来看一下鲍里斯冲条 白球位置有没有什么变化 力量 刮了一下带口球,但是太薄没有刮劲 对盘球位置还算是不错 首先单色球带口球比较多 六七位置衔接是六号球右上角抵带 七号可以打右边中带 二号球左边中带这个位置也是可以 白球关键看位置 七号球左上如果有下的话可以打 这杆球明显观察上不够仔细 有机会的话,其实前面两杆带口球过渡的时候 就应该去调一些像二号和六七的这种情况 白球较位还是不够细腻 十一号球中带 这个位置继续进攻的话,十四号右边中带 花球下方的带口是有被两颗单色球所挡住 左边三号的这个带口是可以找机会去用花子球借力的 但是白球打没打劲呢,首先十四 打三 打三尽量去调一下上方的球 十四 十秒 五四三 这个就是打的啊,刚好在压哨的最后一下出干了 这个就是打的啊,刚好在压哨的最后一下,出干了 好球 三五去调八,一定要想清楚 八二球上方两侧底带还是比较开放的 一来还是需要准备的 一来是准备的时候 我晃,这对准备的 还没有合适量的 对准备的 对准备的 一来是准备的 三小,就会比较大 一去,所以就是不白了 第七局不想胜 比分3比4 第七局不想胜 比分3 第八局副常开球 第十次副常开球 勾计机 这单百质 趴开,姿势没舒展开啊 有信心就出竿了 10秒 没有延续上一竿的准度 这番球现在选球上4号可以 4号球中袋 这种球就是规则不太熟啊 打时间长了就知道这种球是不用爆带的 不用爆 力量怎么样 顶刀11 顶刀 没什么问题 看看能不能叫3号右边中袋 过来去调一下下方的单侧球 大 大 太大了 还好啊 有球去衔接 那他打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想先把2打到把3的带口让出来 这个完全也是一个 就中日八球这种套路啊 不太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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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先叫3号啊 直接就全解决 1号球中袋 还是有一些个人的习惯在里面 啊 不够 这个是想叫7号的 他游赛啊 游左赛就应该是奔着7号去的 要翻带吗 哦 已经在看白球位置了 安全机的 我有一个问题 嗯 他是不是觉得我在做安全球的时候 一定要这一包安全机打 其实防守就是防守 呃 除了那种要打进 要做安全机打球可以去爆 平时做防守其实不用去爆 对 其实不用去爆 对吧 是不是有这种规则上的没太理解的特别清楚 有有这种可能 但也不太 三会干了啊 一直有些球 包括现在这个 对就是防白球 他会想哎 安全 对吧 刚好跟那个 他的这个英文里save也是有一些同意的感觉 嗯 他会这么去理解 但这没关系 裁判做的也对 不应该去跟选手说你不需要爆 但是顺着选手的思想 就直接去重复 就对了 因为刚才有可能他是不是翻底带啊 对白球放下来 10号球中的 那不能吧 事实不能 嗯 嗯 对 对 对 好 对 处理的一个球 二号球抵戴 两裤翻里 也是带了一些计较用的打法 两裤 一个折射的线路 不算好 这杆球 点心 出竿的时候 动作要干净一些 对 没K到14 9号有点过 稍微有点过 角度合适可以顶一下 K14的上边的薄边 或者K半克球 好像这角度是不能够K出特别舒服的角度 它不能够特别大力 看一下是船还是薄宗带 12号球抵戴 船车 轻推过去 还可以叫到11号 右边宗带 太厚了 不是太厚了 是太薄了 船的太薄了 带口给让出来了 这个就不好办了 可以低杆够低 贴着14过去 两裤出来 就要同样的7号 左上底带 低杆球低杆要稍微低一点 10秒 10秒 5 进球无效 Illegal 10秒 You didn't call ball 该报的时候都忘了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规则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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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有点要4比4平进入第一阶段休息 尽量打一个中高杆 蹬两裤出来 白球最后放到屏幕右边 中在上方就行 直接绕一下 8号走底的 还是个人习惯 这盘球 鲍里斯有点亏了 一直抱抱抱抱抱抱抱 就该抱的时候忘了 是的 安全 什么 哎 这个 最后一下是没有绷住啊 前面都打得很顺 确实 当某一颗球是 7号球底的 强调了开始 这个裁判这边还是心里有些 哎 不应该怎么回事 那么我现在什么球都抱 这样这样做啊 只要你别有情绪 这么做也安全 对 不要有情绪 千万不要有情绪 好 有机会啊 这个也应该抱 对 上方球底的 这盘球一定要抱 有可能刮到抱边 是有这个可能的 是非常薄的一个抱边才能进啊 而且要控制力度 不要走太远 薄了真的薄了啊 让出来吗 没有 这盘球要纠结一下吗 有可能会降低 双下这盘球是没有的 太近了 而且是个斜向的角度关键啊 这时候扶枪也可以靠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想过去可能是 他想传完之后8号球弹上去 8号球弹上去 但没想到白球过来又顶了一下 可以拔 第八局 鲍里斯胜 比分5比3 别握手 官方暂停5分钟 感觉不严 握住我的感觉 官方暂停5分钟啊 咱们也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桥市台球桌 桥桥好 我提款 桥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桥好 装修材好 哥俩好环保交 健康又环保 享受好房子 就用哥俩好 哥俩好 好从点点滴滴做起 中国知名商标 你可有许多选择 但冠军只有一个 专注黑巴赢家选择 野豹球杆 专注黑巴赢家选择 杨礼银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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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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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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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